糖尿病就是现代人常见的一种代谢性疾病 中老年人是糖尿病的高发人群 那当我们的双脚有了一些变化 可能是血糖升高的一些信号 这个时候就应该引起重视 第一那是走路时出现不正常的表现 也可能是血糖升高引起 身体健康的时候呢 走路都是轻松自如 四肢很协调 不会出现异常 如果发现走路有间歇性波形 就可能呢是下肢的血液不充足 尤其是脚趾的血液不充足 有时走路多了呀 还出现麻木和乏力 第二呢是出现骚痒的感觉 不要总是怀疑皮肤问题 也别觉得是受到脚气的影响 那脚上个莫名的出现骚痒感觉呢 还失去很长时间 用过很多方式去调理 还是不能够去解决问题 那就要小心是血糖升高 第三呢是麻木 糖尿病患者也会有周围神经病变的并发症 高血糖呢 有时会引起肢体神经病变 常常表现为手指和脚趾发麻 同时糖尿病患者下肢皮肤会出现干燥 着痛感甚至进一步发生 腿部无发自有活动的现象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